- 超級馬力歐創作家耳戴 -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這款遊戲 - 超級馬力歐創作家耳戴 - 其實他在WiiU的主機當中 - 已經出過前一代的作品了 - 這樣子的作品呢 - 其實在任天堂的紙面會發布消息之後呢 - 我是相當興奮的 - 畢竟以前就有很多類似的遊戲 - 像是RPG製作大師 - 或者是一些即時戰略的 - 有提供地圖編輯器這樣子的程式 - 讓我們來製作地圖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 或者是丟到網路上面 - 給網路上面的朋友們一起來共享 - 其實有蠻多遊戲的地圖 - 像是魔獸爭霸的三國跟戰國 - 這樣子的地圖 - 也是透過玩家去製作 - 分享給玩家之後 - 在一起爆紅之下 - 這些地圖變成一種 - 似乎是主流的地圖遊戲 - 相信這款超級馬力歐創作家耳 - 裡面的地圖編輯器 -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更多的創意跟關卡 - 那其實這款遊戲 - 在剛開始還沒有接觸到它的時候 - 一直誤認為它只能夠自己去製作關卡 - 並且來遊玩這些關卡 - 又或者可以透過網路去擴充 - 在分享關卡給別人之下 - 也可以去下載別人的關卡來去自己遊玩 - 當然這次在取得實體片之後 - 才發現原來它裡面還有提供故事模式 - 而且新作的關卡達到超過100種以上 - 在遊戲當中的單人模式 - 主要就是敘述碧基公主被破壞掉 - 而我們就是扮演著瑪莉歐 - 必須要去達成任務來多賺取一些金幣 - 重建我們的碧基城堡 - 那我在體驗之後呢 - 其實單人關卡的難度它不算高 - 而且每一關的長度也不算長 - 基本上只需要短短的2到5分鐘 - 就可以結束掉一個關卡 - 如果是速度快一點的朋友啦 - 相信一個關卡可能1分鐘上下就可以把它解決掉 - 當然有一些呢是比較偏向於解謎的關卡 - 這些關卡呢可能就需要來動動腦筋 - 必須得花上多一點點的時間 - 熟悉關卡之後呢當然又是另當別論的 - 之後就可以挑戰自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去過這個關卡 - 相信這個也是一種它的樂趣 - 在這些單人任務的關卡當中啦 - 除了可以去體驗它的劇情 - 並且重建我們的碧基公主城堡以外呢 - 還可以去了解到裡面的一些零件元素該如何使用 - 使用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樣的創意可以來發想 - 相信這也是給我們一些靈感來源的所在 -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到這款遊戲最重要的重點部分了 - 也就是瑪利歐創作家裡面的創作模式了 - 在這個介面當中呢算是相當的簡單美化 - 可是呢裡面的功能卻是非常的複雜 - 所以呢相信大家必須得好好的熟悉 - 而且呢我相信在製作一個關卡啦 - 就必須得花上非常多的時間去不斷的測試 - 然後並且去安裝每一個零件 - 喔對了這邊補充一下 - 其實這個模式下呢 - 是可以兩個人一起來製作關卡的喔 - 在每一個角落呢搭配上每一個相對應自己想要的零件 - 也可以透過不一樣的靈感跟創意發想呢 - 來讓自己的關卡擁有全新獨特不一樣的玩法 - 當然每一個勝利的條件呢也可以用自己來做一個設定 - 在完成關卡之後呢 - 除了可以分享到 - 給世界各國的玩家來體驗呢 - 也可以讓自己跟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去挑戰看看自己所設計的關卡當中 - 在這個一片胡鬧的狀態之下 - 除了勝利者可以享受成就感以外 - 我相信呢在這個製作關卡的關主呢 - 應該也可以享受到不少的成就感啦 - 接著是網路挑戰的部分 - 我自己也有上網去連線去下載別人的地圖 - 挑戰別人的地圖 - 甚至也有玩一些多人競賽的地圖 - 其實它的內容算是還蠻多元化蠻豐富的 - 在挑戰別人的地圖同時呢 - 真心可以感受到在製作地圖的這些創作家們 - 他們的想法、靈感、idea喔 - 其實真的可以花上非常多的時間 - 用心在一張地圖上面 - 因為他們所設計出來的元素啊 - 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 目前為止啦 - 我是只有簡單玩了幾關別人所製作的關卡而已 - 未來呢我自己應該也是會製作一些關卡 - 放到網路上面去分享給大家 - 讓大家呢可以來挑戰看看我所製作出來的馬力歐世界 - 再來網路上的部分呢我還有體驗到四個人一起競賽的部分啦 - 最後是沒有通關的 - 因為只要一個失誤之後呢 - 可能就會跟不上所有的進度 - 我所玩到的關卡呢比較像熱血新紀錄裡面的感覺 - 就是不斷的往前推進 - 四個人可以互相踩啊碰啊撞啊之類的 - 去干擾對手 - 讓自己呢趕快到達終點 - 這個就是遊戲裡面的目的 - 但是依照我這樣子的技術啦 - 在這個遊戲模式當中 - 當然就是以慘敗的方式收藏啦 - 最後在網路上面所分享出來的地圖呢 - 你還可以給贊或者是選擇下載這張地圖喔 - 每個人可以在自己的主機下載32張地圖 - 這些地圖呢就可以自己跟親朋好友一起來 - 四個人一起闖關 - 像我有試著跟Jeff大大呢去玩兩人模式 - 這兩人模式其實還蠻鬧的 - 而且到了某一些地方啊 - 原本以為他裡面有一些BUG會出現 - 結果後來才發現原來細膩的地方啊 - 就是他還有把這個BUG都給考量進去 - 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過關的 - 而且就算你真的過不了 - 一個人如果跳上去的話 - 另外一個人其實也可以用死亡的方式 - 重新讓整個關卡往前推進喔 - 這個算是在遊戲中 - 有很多很多的一個小巧思啦 - 當然遊戲中所有製作或者是下載來的地圖風格呢 - 包含了非常多馬利歐的代數 - 包括早期的馬利歐跟馬利歐三代 - 馬利歐世界跟馬利歐U等等的 - 有非常多的元素全部都會融入在這款馬利歐創作家裡面 - 相信這款遊戲的未來將是非常多人的時光吸收器啦 - 好啦那麼今天的這款馬利歐創作家呢 - 也先簡單的玩到這邊 - 等一下呢我們再來體驗看看 - 攜帶模式上面的觸控心得吧 - 那麼在進入觸控模式的體驗之前呢 -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支 - 隨附的觸控筆跟這一個 - 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東西 - 首先呢這支觸控筆我個人覺得是還蠻有質感的 - 而且它的頭重腳輕喔 - 這個感覺是使用起來好像會更加的穩固 - 所謂的頭重腳輕就是它在觸控點的這個地方呢 - 它是稍微重一點點 - 所以整個在拿起來的質感相當的不錯 - 另外這個東西呢 - 它的上面寫的是手機支架 - 但你看起來好像是用雙面膠需要黏在手機上面 - 然後可以旋轉的旋轉台這種感覺 - 嗯這個不太清楚用處 - 沒關係先把它擺旁邊 - 這支觸控筆呢相信應該是還蠻實用的 -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直接進到觸控模式來體驗一下 - 其實這個觸控模式整個體驗下來真的是相當的好用 - 遠比手把在操作呢真的是方便許多 - 整體來說非常直觀的可以去選擇旁邊的這些選單的東西 - 甚至呢要放在地圖上的哪一個位置呢 - 真的是相當方便 - 而且呢應該可以省下不少製作關卡的時間 - 因為在製作關卡的狀況之下 - 我相信呢會需要絞盡腦子 - 來去設計每一個關卡當中的細節 - 有些創意的發想也需要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 就為了找那麼一點點的靈感 - 可能就是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 在觸控模式之下呢也可以幫助我們更直覺 - 馬上就可以把我們當下所想到的idea呢 - 直接丟到這個地圖裡面去啦 - 好不知道大家呢看到這個 - 馬力歐創作家這款遊戲心裡面有什麼樣的感覺喔 - 其實呢我整個心情上是還蠻激動的 - 雖然這款遊戲呢 - 我自己是第一次接觸 - 不過在這個馬力歐的遊戲之下 - 就是給了一種非常非常輕鬆的感覺 - 而且呢有很多兒時記憶啊 - 也都是在馬力歐早期的代數裡面出現 - 那這次的超級馬力歐創作家二代呢 - 除了有這些早期的風格以外啊 - 其實連現在新一點的畫面比較棒的代數呢 - 它也都是有丟在裡面的 - 自己呢可以設計出很多不一樣的關卡 - 而且呢可以透過網路上面去下載別人所設計的地圖喔 - 會讓我自己覺得啦 - 這個遊戲喔 - 根本有一種玩到無止境的感覺 - 有一點類似像minecraft的這種感覺 - 就是會有很多不一樣新奇有趣的地方 - 就在別人製作的地圖裡面 - 當然我們現在呢還是要先來看一下它的封面 - 首先它的封面我覺得這個配色還蠻不錯的 - 因為整個就是黃黃藍藍的 - 已經有別於一般馬力歐那種紅白的配色 - 不過呢我覺得這樣子的配色啦 - 也讓人家看起來有相當的舒服 - 再來呢背面的部分它有講到 - 創作遊玩大家一起來玩馬力歐 - 這個部分呢我覺得真的可以利用自己很多不一樣的創意 - 來去製作自己的地圖 - 除了自己可以體驗看看 - 也可以分享給別人 - 相信在看別人玩自己的地圖當中呢 - 也可以獲得蠻多的成就感 - 那如果說是分享在網路上面呢 - 得到的戰術越多 - 我相信那個心情的那種成就啦 - 應該是非常的棒 - 如果說你有在網路上面提供分享自己的地圖的話 - 然後那個戰術越是特別高的 - 也歡迎到FB去蓋個大樓 - 分享一下自己所分享的地圖 - 有機會呢大家也可以來挑戰看看啦 - 那這款超級馬力歐創作家 - 在TP模式平板模式也是支援1到4個人去體驗的 - 在製作關卡創作關卡的部分 - 它是最多兩個人可以一起玩 - 但是呢在挑戰關卡的部分呢 - 你只要把關卡下載回來 - 最多可以4個人一起去打打套鬧的體驗這款遊戲 - 掌機模式呢當然也是只有自己一個人能玩 - 另外它有對應到Pro的手把 - 如果說有需要上網去下載地圖分享地圖的話 - 這邊應該是會需要使用到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務 - 當然之前有蠻多朋友講到 - 如果這款遊戲呢 - 沒有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話怎麼辦 - 其實大概是有提供自己的故事模式可以來給我們挑戰啦 - 再來呢第二個就是 - 有很多玩家講到 - 他在之前挑戰馬力歐U的時候 - 就覺得那個難度有點高 - 遊戲地方會有卡關的問題出現 - 但我覺得其實在這個馬力歐創作家裡面 - 它的難度其實並不會到那麼的高 - 而且每一個關卡它的長度也不一定會有那麼的長 - 很多關卡其實在別人的挑戰之下 - 都在一分鐘之內就可以完成 - 那依照我們這種比較平凡的玩家來講呢 - 大概兩分鐘左右應該也可以完成一個關卡啦 - 好了那麼之後呢 - 應該會有蠻多超級馬力歐創作家的系列主題會來一一分享喔 - 有機會呢也可以玩玩看我們所製作的地圖 - 也可以玩玩看大家所製作的地圖 - 歡迎大家到時候到我的FB - 去蓋一個馬力歐創作家的大樓 - 想玩的、想分享的、或者是想要去挑戰別人的地圖的 - 都可以在上面分享一下自己的資訊 - 好了那麼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 我是羅卡 - 我們下次見 - 掰 - 誒有人有發現我忘記講裡面的部份嗎 - 裡面的部份的話就大概長得像這樣啦 - 然後影片砍的在這邊 -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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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欸